男嘉宾张先生 37岁 来自安徽 销售总经理 女嘉宾林女士22岁 来自广东 代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管你管得很严是吧 对 像笼子里的鸟 对 它怎么管你 我感觉它管我的同时 也不信任我 就像我们最开始 就是闹得比较大的分手那一次吧 我跟我朋友 去吃海底捞 因为我们吃完海底捞的时候 跟他报备说回家了 出来旁边是有个酒吧 就遇到我朋友了 我们就是好久没见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 那就进去坐下 我们就再走 告诉了他 然后他就生气了 就说我管我抹脚的骗他 这有啥呀 不就吃完海底捞 去酒吧里坐了会儿吗 是这意思吗 他认为我爱玩 你要不爱玩就错了 22岁就该爱玩啊 你22岁的不该玩 什么时候玩啊 不是 不是年轻人 你玩不动人家能玩 你干嘛不让人玩啊 这个 也没干嘛 就跟老朋友去训个旧 我觉得 这个 这好奇怪 是 因为我们之前商量好了 12点钟回来 过了点没有回来 然后我就可能有点火 凭什么火呀 而且呢他那个朋友呢 特别爱玩 特别爱喝酒 他本身从来不喝酒 所以我当时就有点担心 你知道吗 那他那天喝了吗 喝了 喝了一杯 喝了 而且请他喝酒的那个男生 跟他前男友是兄弟关系 可能因为这个事情 我比较介意 你做了些什么吧 就他12点没回来 你就是在家里生气啊 还是怎么着 对就生气 那你要怕他出事 你应该去接他呀 他没让我接啊 那你就打个电话 你说不行 12点你还没回来 我担心你我去 而且 你没事 你接着喝 我在那个门口等你就完了 而且他那个 跟他那朋友在一块 可能我去 也不是很方便 不是 有啥不方便吗 这个得问他 没有不方便吗 我是在帮他想的嘛 他要加班 我就不好意思 让他出来对不对 就因为这闹分手了是吧 这个闹过 谁提出分手呢 他 后来咋又回来了呢 消气了 老师就是说了一些气话 谁说的 我说的 然后你又算不打眼了 回来找人家 大家就沟通嘛 沟通嘛 吵过架以后沟通嘛 行 好 这事先过 记忆比啊 第二 然后就是我朋友生日 他那时候就心情不好 跟他说12点 切完蛋糕我就回去了 然后蛋糕不是迟来的 当中嘛 他的视频我没有接 他又跟我闹起来了 这个也是跟刚才那个事情有点类似 其实这个事情呢 当时我们也是说好 过了点就回来 他也不是你闺女 你过了点就回来 跟你结婚了吗 你回答我 跟你结婚了吗 没有 谈恋爱谈了多久 半年多嘛 那你就要求人家 我的天哪 那是谈恋爱嘛 养闺女嘛那是 这个不算是要求吧 我觉得 因为我们商量好了 然后呢 偶尔有点变故 也没理解 就是说 第一不能喝 就不要喝 尽量不要喝酒 是 要到那个点就回来 或我去接你都可以 然后呢 生日年为啥又生气啊 然后他那个过了点没回来 没跟我一个交代 要给你啥交代啊 总得发个信息说一下 这个你没跟人说啊 所以他担心了 我就迟了十分钟左右 回了他啊 信息 你不是还是回了吗 我其实对他那朋友 可能也是有一点小介意 因为他那朋友 也是感情方面有点复杂吧 所以我不是说特别放心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因为过了点了 我就说你回来 要不然你拍个视频给我 拍个360度的 当时呢就没有拍 干啥呢 那我就看周围的 会什么情况嘛 当时他很敷衍我 所以我可能有点生气 说了一些过激的话 然后呢 然后就他也很生气 两个人就闹掰了 你知道吗 后来他就自己回来了 自己回来 我就说我去接你吧 他不让 坚持走回来 我当时就更恼火了 哎呀 我听得都直冒汗 你们俩图着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在哪儿认识的 谁能告诉我 肯德基 其实肯德基怎么认识的 我在排队他打赏我 然后就以 那个工作的方式 他就说 我形象特别好 想去他们公司 拍一个那个平面照 然后以工作方式 加了微信 然后跟我聊天 慢慢约我了 然后呢 然后就在一起了 哦 所以也就难怪嘛 吃肯德基 我都能那个 对吧 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他 但是我不觉得他信任我 那你接着说事吧 前一段时间 跟我奶奶吵架了嘛 也是因为他 就是我奶奶不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 你奶奶不同意 你爸妈呢 我爸妈 他们没说出来 但是我感觉 他们有点不同意 但是我奶奶是 从小把我带大的嘛 然后不要 是你说你跟奶奶 在一起生活吗 对 然后地位比较重 那你爸妈为什么 不跟你一起生活 我爸妈工作比较忙 没时间带我 所以说小时候 我是我奶奶带大的 哦 你这个奶奶带大 是带到什么时候啊 呃 带到14岁 明白了 你接着说 然后就是 他的分量 就在我心里比较重嘛 对 然后我男朋友分量 也挺重啊 那时候就吵起来了 因为我不开心 很难过 这种事情 又不想跟他说 他最近工作也烦嘛 然后就不想影响到他 我就想自己 出去外面散散心 就想关闭所有网络 就关闭手机吧 然后调整好心态 回去帮我奶奶过生日 因为我过几天 奶奶生日了 我就想回去 然后我们又吵起来了 不这个为什么吵啊 他就说我任性 他本身 我不知道他 他什么情况 不开心 然后也不知道 他什么原因 掉眼泪 然后我就问他 他各种不说 天又很热 很烦躁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不说算了 那你总得告诉我 去哪了 然后一开始不说了 后来就 在我再三的那种 追问之下 就说那我去北京 去北京 我其实同意的 但是他怎么说 他说我去北京 不要联系我 关机 基本上是失联那种状态 所以我当时就很恼火 太不负责任了 因为毕竟你这样 一声不响了 就出门了 我也不了解什么情况 还说失联 那我当时肯定很恼火 那我就特奇怪地问一句了 就如果是一个合格的男友的话 他的女朋友为什么伤心 他为什么不知道 就不告我 那不就是你失败了吗 是去北京了吗 还是去了 那去了 但是那时候我们是两个妥协了 就是说我手机还是开机 然后那天12点多的时候 他挣了一个视频过来 我刚入酒店 然后他要把我 就是整个房间寻个遍 看有没有 别的人的中影的感觉 连厕所门后面都不放过 其实也不是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担心吧 然后他说我不信 不是你担心什么呀 担心他一个女孩子嘛 不懂 看一下他都个的环境啊什么的 你住哪啊 是吧 你跟谁住啊 或者一个人住 看一下环境啊 有没有什么异常 因为毕竟我年纪比他大 不是 有异常你打算怎么办呢 异常我得赶过去啊 你从外地赶到北京是吧 行吧 你给他看了吗 我给他看了 第二天11点多的时候 前台电话就响起来了 他就说你在干嘛呢 什么还不起来 然后我就说我要准备退房了 一会儿再说挂了之后 他又打过来说 你怎么这么快挂我电话呢 这样闹腾我还有心情散心吗 那我就直接回来了 回去的时候 他告诉我 酒店录住登记 他都查过了 他说我还问那个酒店前台 是不是我一个人录住 我就特别不耍 没有查录住 我只是问了一下 我说是一个人录住的还是怎么 因为我担心他到时候喝酒啊什么的 你觉得你跟这姑娘合适吗 合适啊 合适啊 还算合适 你觉得这姑娘懂你吗 可能不是特别懂 不是特别懂你 你又不特别懂他怎么合适呢 这个什么原因我说不出 这是一种吸引嘛 相互的之间的一种吸引 你放心男朋友吗 我放心 放心啊 那是有一件事情之后 我就有点不放心了 那还是不放心嘛 什么事让你不放心他呢 他之前 我不是很少看到手机吗 但是他之前 我无意中就瞄到了那信息 就是他前女友给他发过信息 对 他之前在我面前拉黑过那女的 然后后来我又看到那条 那个女的发信息 所以我就生气了 前女友他比较介意 我其实是把他已经拉黑了的 我交过他两个号码 还有一个小号 他发小号 通常我都没有在意的 正好那一次 然后他发了小号过来 他在我旁边 他看到了 我就跟他说 我跟他解释 当时他特别生气 然后就有点失控那种感觉 说觉得我好像欺骗他了 但其实根本没有 所以我当时 当着他的面 前女友的第二个号码 又给拉黑了 这样才平复了他 看来这个信任问题 是彼此之间都 不特别信任对方 是吧 你在这小片里说 他还限制你对吧 对 他限制你什么呀 就交朋友吧 我有一个玩跳舞机的朋友 他都把我给删掉了 对 因为他前男友就玩跳舞机了 哎呦你这心眼真够大的了 你有想过嫁给他吗姑娘 有想过 啊 你想过娶他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他呀 几年吧 给点时间嘛 给他 因为他年轻 哦 对 考虑过这问题吗 考虑过 他说给我两年时间 让他就各种先知 又各种各种不信任我 我就感觉有点烦 所以今天是来问测的 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秋笔特文件 谈恋爱 我算了一下 快七个月 一共提过几次分手 三次 都是谁提的 他提的 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你们之间的感情 是非常不稳定的 决定两个人之间感情稳定 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两个字 叫懂你 你们两个人 根本不懂对方的世界 你不懂他为什么 大半夜的要去喝酒 要和那些异性朋友一起玩 还不听你的话 他也不懂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管着我 这是由于你们之间的 这种人生的阅历 经历的一些事情 接触的一些朋友 成长的一些环境 所决定的 我想问一下男士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真实 漂亮 漂亮 真实 年轻 有活力 但是他是你想要的 女朋友的那个样子吗 人无完人嘛 可以接受 对吧 对 好 女生 他可以接受你的这些缺点 那我就想问你 说好了 晚上十二点要回家 不能喝酒 说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遵守 我就是迟到了几分钟 我觉得无所谓 那几分钟 对 所以在那个当下 他的朋友 他的环境 在他的性格和思想当中 是比跟你的约定更重要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所以他不懂你 之前跟他做的那些约定 我就是年轻 我就是享受生活 享受青春 所以你们俩合适吗 360度要环绕一下 看看周围有没有异性 你一直在讲说 你在担心他 如果你真的是担心他 你打个电话 确认他安全就可以了 你说你没有不信任 你就是不信任他 这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讲 都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他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和奶奶 生活在一起 没有人像你这样去管着他 最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一种幸福 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感受 但是时间长了 他觉得是负担 面对这样的管束 他有他属于这个年纪的叛逆 所以在我看来 你们之间的感情 这个先生对于女孩来说 亦父亦兄亦师亦友 但是就是和男朋友这三个字 有一点距离 性格决定两个人 适不适合在一起 信任决定两个人 能不能长久地在一起 所以今天即使你们两个 都从那个门里面 再一次转了出来 但是能够维系多久 我并不看好 是我直言 祝福每一位 谢谢 好 谢谢左岩老师 苏琪老师 我要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爱上一个人 还是爱上有一个人的生活 这件事情是你们大伙 转进去之后要想一想 我爱的究竟是这个人 还是爱的是 有这个人之后的那个生活 如果有这个人的之后 那个生活 我是不爱的 我是很讨厌的 那你对这个人的爱 只是一瞬间的 就是没有用的 但如果有这个人的生活 我也是爱的 我是接受的 我是愿意的 那你就出来吧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我常觉得 需求跟爱是两回事 需求是你跟他要东西 爱是你愿意给他东西 他很漂亮 跟他很听话 所以你想跟他走下去 我听不到爱呀 我听到的就是 你的需求是 我要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最好还听我的话 我就开心了 但你有想过他开不开心吗 我觉得爱是希望对方开心 而不是要他让我开心 所以大哥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今天整场不是特别喜欢你 因为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心机的人 我觉得你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然后呢 你想把她改造成你要的女友 又漂亮又听话 管她本来听不听话 也管她以后会不会变得不漂亮 你要的就是一个漂亮又听话 这叫女友吗 这听起来像宠物啊 你得正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然后让她快乐 她才要跟你继续在一起嘛 如果她又漂亮又听话 那是你好快乐啊 但如果她不快乐 她为什么要跟你走下去呢 你说我好想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担心你 我就要管你 你做的事情恰恰是把人家逼走 而不是把人家留住啊 你说你好信任她 你真的很信任她 你不是信任她靠谱 或者信任她爱你 你信任的事情是正好复向的 你很相信她傻乎乎的很好骗 你也很相信她就是爱玩 容易呢喝醉 因为她不会喝酒 你信任的特点刚好呢 都是她不太靠谱的特点 你不相信她有自己判断能力 你不相信她会选择朋友 你不相信她能够判断该不该喝酒 你不相信她愿意信守承诺 只不过迟了十分钟 我觉得你不够信任她 不够了解她 不够尊重她的快乐 所以我不觉得你很爱她 好 谢谢柯老师 来 附老师 刚才三位老师的观点总结在一起 你看是不是这样 你青春 他成熟 这是彼此共同的优点 如果说各取所需 也没错 如果说互为欣赏 也没错 如果你真是欣赏她的成熟 她也欣赏你的青春 那可以很美好 但如果是为了用自己的优势 去对抗对方的优势 那么你们就成了彼此防着吗 我多年轻啊 她年纪那么大 我不动点脑子 我防得过她吗 我都已经三十七了 她还年轻 万一她把我给甩了 我可怎么办啊 那你说你们俩这样彼此都防着有意思吗 这就像这个有些孩子 一手要爹妈的呵护 一手要所谓的自由 那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感觉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像有的时候 我拽着我女儿 她背着那一包包 后面有根绳 我就拽着她 我就身旁她到处跑 但是你对她的担心是真的担心吗 肯德基里面 可以两个人聊得不亦乐乎 然后在一起 这样萍水相逢的情感 在你的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 但至少你担心 她在下一个麦当劳 跟别的男生 也会因为一个汉堡聊得不亦乐 这就是你的心态 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犹心地 欣赏对方身上的优点 而去包容 与优点相对应的缺点 青春肯定就会有点不懂事 就会有点任性 年纪大的人 显然就会有一点太过于顾虑 我们应该用彼此的优点 去衬托对方的优点 同时包容对方的缺点 而不是互为抵抗互为提防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迟早是要散的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陆老师 来 你们自己来拿主意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虽然说我们在一起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我感觉你给我的温暖 多过伤害 所以说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我们坚证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请坚证 曾经幻想过很多幸福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幸福就在此刻 我会把这种幸福一直保持下去 让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你 全是你 不要再痴迷 把我放进 两个心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就在天哪里 自己去看啊 真心对人好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未来的天哪 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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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谢谢大家